很抱歉 直到現在才能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訴你 有兩個原因 奇異是劇本 在艾利歐看見的未來中 薩姆和星球列車的對立無可避免 我試著打破預言的桎梏 也只能做到現在這樣 除此以外 是我的私心 我想以劉盈 而非薩姆的身份 和你們同行 謝謝你 有兩個原因 除此以外 我 理解 艾利歐給我的指示只有一條 讓星球列車 一同以前 艾利歐的劇本 都是圍繞著某顆具體的星河展開 但在你出現後 還記得我和你說過的醫療艙嗎 那就是薩姆 艙穹戰性的格拉莫鐵齊 火銀四型戰略強襲裝甲 它是我生命的搖籃 是我誕生於世的意義 以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她是世界眼中 唯應當呈現的樣子 劉孟嬌的時間尺度與現實不同 千萬不能放鬆警惕 你對 有什麼擔憂 不妨說 難怪黃泉小姐始終不願拔刀 難以想像那朴素的刀鞘裡 竟蘊含著如此恐怖的力量 若非殺不必為此感到負擔 即便沒有你體內的那顆星河 殺警也會找到其他方法達成目的 眼下就相信黃泉 在你們開展調查時 她提供了關鍵信息 米哈伊爾 曾經的鐘錶將 與家族一同建立起如今的品諾康尼 又因為某些原因 但問題正在於此 你們明明是在偵辦凶案 身為治安官的她 為何顧左右而言她 開始講述自己和鐘錶 現在這個名字又出現在劉瑩小姐口中 在找到你之前 她已向我們表明了星河獵手的身份 並分享了許多信息 那位熔火騎士的真身 竟是一位少女 於她而言 這斷然是個不可輕易告人的秘密 不過 她也有些秘密沒有完全坦露 我總有種感覺 希望你已平復了心情 歡迎來到天堂 不如多倚 不如多倚 沿著這條巷道走 能看見一座升降梯 她會帶我們去流放之地的中心 Haha 妻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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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王尔特 我们在入梦时见过 你编上这位诗 滴答 老朋友和新朋友 来几个掌吧 你是 异域弥英 不是的 钟表小子是我的好伙伴 我们的家都在这里 两位客人又是怎么来的 按理说 这片梦境应该没有对外开放 难道是绵面 你说这里是你的家 是啊 美梦的工作结束后我就会回家 以前交通还算方便 但自从没办法自由通行后 就一直是绵面 带着人们在 那位绵面又是 绵面是只异域弥医 长得凶凶的 有许多只大眼睛 但他其实很听话 一直是加拉赫在照顾绵面 从描述来看 那只迷鹰毫无疑问就是死亡 虽然被家族视作梦魇 死亡 梦里怎么会有死亡呢 绵面是比较凶 偶尔也会错把无辜的旅客 带回来 但他绝对不会害人 既然如此 请问这一两天 他是否有带什么客人回来呢 事实上 这样啊 那你们应该和加拉赫谈谈 不过他正在接待 瓦尔特莫菲 是只羹鸟小姐 果然 有留音小姐做先例 倒也在意料之中 如果两位是来找只羹鸟小姐的 我可以带路 他吩咐过 可以接见外面来的客人 那就拜托你了 另外 我们也在寻找失散的同伴 红色头发的女性 身边还有一位粉色头发的女孩 不知道你是否有印象 这就没有了 但请放心 刘孟娇不大 不如这样吧 既然各位客人是出自拜访刘孟娇 我来担任向导 先带你们找到同伴 再一起去拜访支羹鸟小姐 小姐去格丽莎太太那里 看我小孩子们了 一时半会不会离开 时间上应该来得及 恭敬不如 如此一来 困扰匹诺康尼的两桩命案 便有了解答 只是幕后主使的用意 变得更朴朔迷离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虽然还没有失足把握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得找到他 话说回来 你先前提到过 你见过一个只有自己 才能看到的钟表小子 是吗 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难道我的童心也 算了 这不重要 还是先跟着米莎吧 各位 请看 这里能够见到刘孟娇 最壮观的景色 黑洞 不 是意志凝聚形成的吸机盘吗 刘孟娇竟然建立在 如此不稳定的意志上 原来我尔特先生 也了解意志动力学 我正发愁 怎么向各位介绍这座大空洞呢 既然如此 各位一定和柯梅小姐 很有共同语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 他就在那儿 赋予其生命 来 我终于算出来了 再过十个系统时 嗯 你们是谁 这里要消失了 我是梦境策后员柯梅 专业也是看见这大空洞了吗 很多年前 他还只是一道缝隙 现在可怕的是 根据我的测算 最近抑制涌流的速度 通过不断改进 拉扎丽娜女士的抑制测量法 我终于得到了准确结果 十个系统时候 刘萌娇就 呃 请不要担心 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了 比起这个 有另一件令我在意的事 请问你可 你也认识她 还是 你 我们对拉扎丽娜女士的成就 很感兴趣 可否展开讲讲 当然 她可是抑制动力学的杰出学者 是第一个将抑制速力测量法 应用于星际旅行的人 可惜 由于流光一停的存在 普通人不怎么关心抑制的性质 最后她岌岌无名的离世 只留下几本薄薄的笔迹 我慕名前来匹诺康米 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刘萌娇 只因为这里是她的逝世之地 天都英才啊 如果拉扎丽娜女士还有时间 她一定能找出逆转抑制流动的方法 我感觉到了 源头就在 皇帝的时刻 那里有某种异常的存在 在搅动异域的海流 我必须给出更加直观的证明 我一定能说服大家 还记得拉扎丽娜这个名字吗 在启程来到匹诺康米前 列车长拜托我们打听的几位污名客里 就有她的名字 看来她在刘萌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测算 而后匆匆离世 柯梅小姐经常提起她 听说拉扎丽娜女士 在监狱战争时期便去世了 要是她能见到如今的匹诺康尼 看着大家在异域里建设家园 也许吧 我们的目的地是贸易区 那是刘萌娇人最多的地方 说不定能找到各位的伙伴 放过我吧 醒醒了 算我求你了 鬼 别过来 都说了我是活人 你也是活人 正常点好不好 杨叔还有你 等你们好久了 快帮帮忙 我在路上遇见一个家族的人 他吓得不轻 我就想让他冷静点 结果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我一生记得心上 你怎么死了还不得爱心啊 就成这样了 什么鬼 小心我敲你 他非觉得自己是死了 虽然刚掉进来时 我也有这种想法 这位客人 这里不是死后的事件 是刘萌娇 就是就是 听见了吗 跟我念 刘萌娇 你 你还和看不见的东西 聊得有来有回 我不是死了是什么 别 别再问了 会把怪物引来的 呃 你说的不会是抑郁迷因吧 别说出那名字 毒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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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昏倒了 想必是负面情绪太过强烈 引来了附近的抑郁 不过 怎么路上的行人都不害怕呢 和美梦不一样 在这里大家不把抑郁名音当作危险的怪物 就算不过这位先生 不能晾在街上 那就拜托翠萨一把 等你们的时候 我已经认识了好多当地人 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不知该怎么形容 但总觉得这里 才像真正的梦中世界 这里曾经是多么热闹 实不我奈呀 家族很快就要崩溃了 都说了你不能喝酒啊 天才的义肝 天才的义肝 这两人是我的同伴 至于躺地上这位 是个下晕过去的胆小鬼 懂了懂了 又一个不当心闯入这里的人 把他留在这儿吧 最近生命恐是越来越多了 美梦中肯定发生了不少事吧 这种事很常见吧 说常见也算不上 但频率是越来越高了 这先生受了不小的冲击 三月七小姐 能帮我去找一位天环族少女吗 她的歌声可以治愈精神创伤 天环族少女 想必说的是枝羹鸟 此刻她也在刘萌娇 枝羹鸟小姐 她不是 对啊 如果刘营姑娘平安无事 枝羹鸟小姐 一定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这位米莎正要带我们去见她 弄清各种原委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和姬子会合吧 你之前应该和她在一起 我们之前在居住地 遇见了好些投渡客 他们大多是从据说 像刘萌娇这样的地方 在阿斯德纳的抑郁中 我还打听到一种说法 如果这说法属实 姬子应该还在向那人打听消息 我们刚刚就是在这儿分开的 不远了 是这样啊 用加拉赫先生的口头禅来说 就是天意弄人吧 姬子 我把他们带来了 看来人都到齐了 正好 见见米凯先生吧 各位无名客 幸会 您认识我们 从你们踏入皮诺康尼的那天起 我就一直在关注各位的动向 可惜 若非刘萌娇与十二梦境早已隔绝 我们本该以更体面的方式相见 正式认识一下吧 我是刘萌娇的守牧人 米凯 守牧人 刘萌娇的生活十分自由 也没什么组织可言 大家各过各的 井水不犯河水 我能做的也只是每天定式打扫几座墓碑罢了 米凯先生太谦虚了 每当有迷途的竹梦科被带入这里 一直是米凯先生担起守护者的责任 或是将他们送回美梦 原来是为大家长啊 马尔特先生 您是在和我说话吗 话说回来 米凯先生 您所说的墓碑是指 我们来时似乎吗 说是坟墓 也只是几座象征意义的衣冠种罢了 既然挖过在此之前 还有位重要的客人 妙语 重要的客人 难道就是 这边走各位 刘萌娇的道路年久失修 注意脚下 就是她了 那真的是 赤羹鸟小姐 大家唱得真棒 我很少尝试这种曲风 也学到了很多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赤羹鸟小姐 才短短几天 孩子们的进步就这么大了 格丽莎女士 我只是教会了他们如何发生 但教会他们对生活怀抱希望的人 是您 现实里的日子 一定很辛苦吧 你看出来了呀 每次告别时 孩子们都对这片流梦之地依依不舍 可我走遍了刘萌娇的每一处角落 探访了每一个人 他们都告诉我这场破碎的梦 不值得留恋 不愧是众望所归的邪悦之子 艾玛和安迪 都是我收养的孤儿 双目失明的卡罗 在匹诺康尼外环的营养房做工 家里 从小便患有孤独症 他们尚未成年 也无法去往家族的美梦中 如果把人比作鸟儿 这些孩子 都是生来羽翼残缺的雏鸟 但在这片梦里 他们能获得完整的翅膀 尽管飞得跌跌撞撞 但也是至于我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老人 要是没有这一片 很高兴你们在匹诺康尼的梦中 开始了新的生活 只是 不用担心 吃羽翼鸟小姐 梦有意义 但它不是一切 但是你看 现在爱马和家里不再自卑 卡罗逐渐懂得如何面对 失明的我们在梦里 学会生活 然后回到现实 如果羽翼不幸残缺 那就不必贪恋梦中虚幻的天空 很高兴看见你平安无事 枝羹鸟小姐 星球列车的各位 又见面了 听说我的失踪 在外界引发了不小的骚乱 非常抱歉 既然你身在此处 我们可否认为 枝羹鸟小姐 已经充分知晓了 皮诺康尼的现状 自从回到皮诺康尼起 我的嗓音就变得异常 逐步演变为失声的折磨 我本以为只是场意外 也许是在外旅居久了 不习惯阿斯德纳高浓度的 抑制环境 但现在看来 源头并不在我 我的身边存在着 与同邪不合的事物 失声 也是美梦正在崩溃的信号之一 美梦崩溃 那个毅者也说过同样的话 原来 是真的 在我离开皮诺康尼的这段时间 十二梦境的边际 不断向外扩张 可每当我谈及梦中的异想 却总能感受到家主们三见齐口 只有兄长愿意解答 之后公司的使节暗中投来密信 更让我确信 皮诺康尼的光芒下 潜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最后 我通过项目家系卷宗中的几条线索 找到了这里 被家族用死亡名义掩盖的流放之地 埋藏了皮诺康尼过往的梦中之梦 现在听来 这羹鸟小姐的嗓音似乎有所恢复 虽然残酷 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里的铜鞋 反而比美梦中传扬更广 我很遗憾 是家族出现了背叛者 他 或者他们 舍弃了最初的信念 以铜鞋之名利用人性的弱点 将匹诺康尼 变成了沉沦于虚幻美梦的盛会之心 这根本不是以强原弱 而是以强制弱 一个失去了平等的世界 注定不会再受铜鞋眷顾 受他自服的声音 自然也无法歌唱了 直更鸟小姐 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 家族理念的变化 是有另一股势力参与其中 毕竟 从黄泉小姐的例子来看 除非有令氏以上的力量介入 否则 很难想象在铜鞋的属地 会存在另一种 能够影响所有人的意志 仙州联盟的遭遇 我也有所耳闻 但就我所知 不存在外部势力 干预家族的情况 也可能是我离乡太久 有太多看不见的地方 无论如何 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故乡 以铜鞋的名义 走向铜鞋的反面 为了弄清钟表将米哈伊尔 为何会与家族决利 又究竟是谁 做出了背叛的决定 米凯先生 还记得我们的交易吗 现在 是我做出答复的时候了 我愿意放弃 不再登上斜越大典的舞台 中文字幕 李宗盛